弟弟你这一回家就现圆形了 刚刚原来天天向上的导演发了微博 当中还晒了跟弟弟大老式的合影 不过弟弟你这姿势是准备要谈导演的脸吗 这抿嘴的动作看出来你是真的在用劲啊 好久不回家一回来就开始欺负导演了 看到王导不由想起当年弟弟泼了导演一身水的那一期 咱就说谁敢真的泼导演水啊 也就我们弟弟是真的很认真在泼水 回家了看出来弟弟很放松 而大家是真的好宠弟弟啊 昨天弟弟表演完王导都一直陪在弟弟身边 哥哥刚刚传来好消息啊 光点居然上了2024年吉尼斯记录册 卖得最快最好的单曲 从此再入史册了 哥哥弟弟简直太牛了